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6月9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,护身指数还是一个震荡盘 量能方面,相比昨天上午,是由小幅放大 指数这边,我们可以看看,下午上证指数是守在3211点上方 还是会再次去挑战上方3220点的位置 不过,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,从昨天上证指数占上3211点开始算 如果下周二收盘前,上证指数还不能占回3220点的话 那么不排除大盘会再度向下 板块这边需要留意的是,前几天在赌房地产政策预期的资金似乎有开始降温的迹象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详细情况,我们晚上或者周末再来详细聊聊 明镜需要您担心的支持,请不吝点赌鸣